经常吃肥肉的人,到底是长寿还是短命呢? 研究告诉你真相,吴大爷今年78岁,小时候家里的生活条件困难, 他吃不上什么肉,所以在生活水平改善后就开始疯狂吃肉, 尤其是上了年纪后,他的牙齿没有年轻时有嚼劲, 开始吃炖的软烂的红烧肉,梅菜扣肉, 家人对吴大爷毫无节制地吃肥肉的情况, 一直都很关心,怕他吃太多肥肉会高血脂, 但吴大爷完全不为所动,甚至拿出了研究证明的文章, 上面写着科学家认为肥肉是十大健康食物之一, 这下家人倒是开始半信半疑, 难道肥肉真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差劲, 还是个健康食物吗? 一,肥肉被英国评选为十大健康食物之一,可信吗? 不少人的认知里,肥肉的脂肪含量极高, 多吃不利于身体健康, 但近年来却有研究称肥肉为健康食物,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 英国BBC的却有发表过相关报道, 报道称肥肉是十大健康食物之一, 因其内里有较高的单部饱和脂肪酸, 维生素B,矿物质成分, 位居十大健康食物当中的第八位。 实际上,这篇报道是The Plus One杂志上一个研究论文的误读, 该论文的作者是按照食物营养适应度来打分, 指一种食物在所有组合里出现的频次, 由于肥肉有丰富的维生素以及矿物素, 与其他食物搭配组合的频率比较高, 所以得分也高, 但这并不是代表肥肉营养价值高, 只能说明肥肉与其他食物搭配更能满足膳食需求。 肥肉当中的却含有较多的不饱和脂肪酸, 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第二版的资料显示, 每100克的五花中含有19.5克单不饱和脂肪酸, 2.1克多不饱和脂肪酸, 比牛肉和羊肉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要高出很多, 脂肪酸可分为饱和脂肪酸, 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三类, 其中不饱和脂肪酸可起到降血糖, 降胆固醇以及调节血脂的作用,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通过多吃肥肉补充不饱和脂肪酸。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营养与食品安全系副教授范志宏表示, 猪肉内除了有单不饱和脂肪酸外, 还有37%左右的饱和脂肪酸, 摄入过量饱和脂肪酸, 容易增加高血压、高胆固醇等慢性疾病的风险。 其实,评价一个食物的营养高低不能单靠其中的一个成分, 世界上没有绝对好的食物也没有绝对坏的食物, 想要让食物变好合理的搭配才是关键。 二,长期吃肉和吃素的人到底谁更长寿? 长期以来,吃肉好还是吃素好都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话题。 肉食主义者认为,人类天生就是杂食动物, 长期吃素不仅违反了人类的基本需求, 而且容易出现营养不了, 尤其是小孩需要获取更多营养物质, 这些是吃素不能获取的。 素食主义者则认为吃素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, 长期吃肉和吃素到底哪个更好? 那却有研究证明,吃素对心血管疾病有好处。 医学Stroke杂志上曾发表过一项研究, 研究人员在1993到1997年对5.5万余名, 年龄50到64岁的受试者进行了调查, 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受试者的饮食习惯进行评估, 结果发现坚持植物性饮食与脑中风风险, 死亡风险下降相关, 但这不意味着长期吃素就更长寿。 2015年, 英国一项超6万人的研究指出, 尽管少吃肉和某些特定疾病导致的风险下降相关, 但长期吃素并不能降低早期死亡风险。 另外, 2017年, 一项针对24万澳大利亚人的研究也指出, 吃素和不吃素的人, 死亡风险并没有差异。 相反, 2018年发表的一项涉及11个国家的研究指出, 蛋白质摄入充足的老年人, 寿命会更长。 研究将平均年龄68岁的2281名心力衰竭患分为4组, 结果发现, 每天吃低于40克以下蛋白质的中老年人, 死亡率为31%, 而每天吃超过70克以上的中老年人, 死亡率则为18%, 由此可见, 中老年人适当多吃肉, 反而有利于长寿, 但肉类对健康的影响也分种类和食用多少, 尤其是加工肉, 最好要少吃。 著名的Pure研究以中等收入国家为主, 纳入了13万名受试者进行了9年的随访, 结果发现加工肉类摄入与死亡率, 心血管疾病发生率有明显相关性, 相较于不吃加工肉的人群, 每周摄入5份加工肉, 会导致死亡率增加51%心血管发病率增加46%, 日常要尽量少吃腌制肉, 培根、火腿、 涮肉、 午餐肉、 香肠等加工肉制品。 三, 做到这四点, 荤素搭配吃得更健康, 吃素和吃肉没有绝对的好与坏, 最主要的是要适量, 保持荤素搭配才能让身体摄入的营养更丰富, 吃得健康又放心, 日常饮食要注意这几点。 一, 少吃红肉, 多吃白肉。 猪牛羊肉是我们餐桌上的常客, 但这类红肉的脂肪含量普遍偏高, 摄入过量对健康不利, 日常可适当减少红肉的摄入量, 多吃一些鱼虾、 禽肉等白肉, 白肉内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, 对心血管健康有利。 二, 主食要增加粗粮杂粮, 现代人的主食多以精细米面为主, 这样的模式其实并不健康, 生活中主食要注意保持粗细搭配, 如蒸米饭的时候适当加入糙米、 杂粮等。 三, 肉类要搭配蔬菜、 菌菇。 吃肉的同时要适当多吃些蔬菜、 菌菇类食物, 这些食物内的膳食纤维含量丰富, 可帮助抑制脂肪吸收, 还能增强饱腹感控制食欲。 四, 烹调方式要尽量低温, 在烹饪方式的选择上, 要尽量少用煎炸烤等高温的模式, 这些烹饪方式容易产生本病皮、 杂环胺等有害物质, 且会破坏食物的营养, 建议蒸煮等低温的方式为主。 肉内的营养对健康而言很重要, 但吃肉也要注意适量即可, 凡是过油而不及, 健康的饮食应该要荤素、粗细搭配。